對 所以這個就是 好 我就說我們在哪裡看到公共玉書 然後它鐵定跟那個哪裡有關 我們在北投圖書館看到公共玉書 它就是跟圖書館以及北投就有關 所以它裡面的東西就是會拉出 跟北投跟圖書館有關的東西 圖書 圖書 圖書是一個承載人類的精神文明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也是寶庫 所以圖書文字它裡面包括傳說 所有東西知識你可以透過傳說 然後巫術 巫術它裡面其實那個坦的是女巫 坦的是巫 那巫術其實我們用人類學的角度 巫術它其實是在處理一個 一種人類所能夠掌握的另外一個力量的存在 有另外一種力量 那個力量是我們正常人 非正常的 所以會用女巫還是用巫師 往往我們會談藝術 藝術也常常會 被彈成為巫師 所以我們也有當代藝術家 也被稱為叫煉金師 煉金術 煉金就把石頭變金嘛 所以你有轉化 你是能夠轉化材質能力的 特殊的那種 擁有特殊能力的人 所以煉金師 就變成說你是能夠把石頭變成黃金 一般人想像不到 對 藝術家可以做到 是的 所以你看它的文字 我認為這一段文字的選擇 選得太好了 太好了 以下大家要上古書去找 但是重要的已經傳達了 藝術家他其實也從文史工作者 或者從古籍裡面 用這樣的一段簡短的文字 他記錄了 歷史 對 北投的歷史 而且北投歷史跟女巫 女巫它重點是 它是煙霧尿繞 那煙霧尿繞其實就是 不是啦 不是啦 那個溫泉 是啦 因為這邊有特殊是溫泉 對 所以變成說很像在這個地方 很像是有女巫 女巫之地是很像 對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藝術家就用這樣一個簡單的文字 他用漩渦的一個方式 然後而且我剛剛有點感動 就是說我們用接力的方式 我們用接力 你最辛苦了 我們用接力的方式 我們來唸這樣的一個文字 說其實公共空間 它其實可以在這邊 其實我們剛剛那樣 如果有記錄起來 我就覺得剛剛的那一幕是很精彩的 對不起 這件作品 這件作品很像有十顆吧 還八顆 十顆 等一下再看沒關係 目前我們看到只是一二三四五 那個門口有三 很像下面還有 對 沒關係 我認為差不多 但是我要說的是 這件作品它還有一個概念 石頭 石頭長在哪裡 長在地板上 大概知道我的意思了 你覺得應該放在地上 應該放在地上 就算長在地板上其實也沒有問題 但是我要說的是 目前的石頭 在形式上 它是不是 它是長在木板上 或不是長 長的話 你看 對 放 我們現在越來越專業了 我們就是不能放棄一些細節 我感動這件作品很棒 但是難免它會出現某些 如果再怎麼樣 它就可以更怎麼樣 整個圖書館 整個周邊景觀的規劃 藝術家進場 應該說這個規劃已經完成 以至於它的作品 就只能放在木板上 他08年啊 北投還有一個全世界最知名的 那個啊 北投石啊 北投石啊 是啊 所以它用石頭 是有它不可取代的啊 當它不可取代 我們現在談了 我對石頭沒有意見 而且我覺得它選石頭選得好 我是覺得選石頭 我覺得挺好的 我覺得挺好 我覺得挺好 只是我們現在是 我是說 我們現在開始要越來越專業 就是越來越古墨啦 是這樣 就是 不是啦 不用啦 在這邊很好啦 在這邊很好 我現在要談的是說 好 石頭長在哪裡 的意思是說 石頭不是從地 直接長出來嗎 跟樹一樣嗎 意思是它只有差一個 如果這個石頭 它是整個從地板 裡面啦 是生出來 就這樣啦 目前我們感受到的是 它是放在 放在這個木板上 如果它是 它是這個 但是這個就是這個啦 木板爛它就在地上 那如果是 左右不同的時間爛呢 沒關注 不是啦 多次啦 好啦 其實我們 我們 對不起 我這個純粹是作為我們在溝通 就是說 我們開始看作品一些細節 那個細節包括 我們剛剛看林順榮作品 它的浮雕 它的手法 我們也沒有 也有朋友去看後面 它怎麼讓它延伸 它延伸出來 它如果只延伸五公分 我覺得不夠立體 大概 剛剛那個大概有十五公分左右吧 所以它加強 它在 它在我們表面看到的石板的背後 它在用石板加強 它的厚度啦 對不對 然後它整個用那個打鑿 那個鋼釘 鋼釘 它能夠鑽到那個石板上 空出來 超過五公分啦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看 作品跟那個空間的關係了嘛 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我這樣看這件作品 它在目前 它也出現 它也出現 它是放在木板上 但是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正面欣賞喔 放在木板上 以至於它會出現 這些石頭 我也可以說 它有點是浮在水面上 我們比如講說我們紀念碑 紀念碑它是獨立的 對不對 你用一個基座讓紀念碑往上升 人變成渺小 你在觀 你在觀 沾仰它 然後這個的話 目前它沒有基座 它會使得 它是直接 它下面也許它是連結的 它是 它有 它的地底那邊 可能有連結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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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脈絡 的那樣的一個 所以我覺得也是不錯 然後這個就是說 我提出來的是 目前這個作品放置上去 如果我們想像說 目前這個木板是一灘水 感覺起來這些石頭 是從水裡面浮現上來 我們也可以這樣 所以它旁邊的那個 黑的這個 很微弱的這個 這個陰影 那是因為 東西在水面 然後產生了那個 水的接觸面 它有產生了那個 很微妙的那個那個弧線 那要不的話 如果它是直接從地板裡面 它是能夠穿上來 它是跟這個地 直接有一個連氣的關係 好 各位朋友 公共藝術的主人是我們大家 所以你們對公共藝術的 你們看到有好有壞的東西 我認為作為空間的主人 我們可以提出看法跟反應 所以你們可以比如說 我像上文化局 跟他說按個讚 這樣他覺得受到鼓勵 還是說哪裡 也許可以稍微補強一下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是作為空間的主人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你們拍一拍 我們有意義 你給我拿 對